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吧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也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了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着东北人民带去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机器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机器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除了演出 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枣 我说 搓枣好 我就去拍搓枣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说 还去看搓别人呢 我说 那可以 我说这样 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他说 全裸 纪录片真实 我说 咱们纪录片的主旨是真实记录 不是记录真实 他说 没事 后期给你打马赛克 他说 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 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他 再不认识是不是也多 想多看两眼啊 看着看着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但凡显示出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我说 你是那个那个 脱口秀的那个那个 李淡 我说 对对对对 我说 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 还行 不穿衣服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淡 我觉得逻辑上他见到的是李淡 李淡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 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就都是什么 什么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 水池子里面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狠角色 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年轻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成功 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我们拍的是 泥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党 搓党其实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党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奶搓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挣这些虚头饭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你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他说一面弄完了 他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着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 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 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样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真的 其实他说这些啊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 怕事儿 还时不时的会机智幽默 当我环顾四周对吧 我还发现 还是我最幽默 好谢雷尔夫来一起 都给观众了 童亚老师反正挺危险 两个人都是三灯的水平 而且我觉得周老板 新来来我们这玩 就选了这么不好玩的一个对手 我也很敬佩你 所以我们就一切交给观众吧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就我们这一组的阵容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我那另外两个对手 就是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忽兰跟周期末 其实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是这样 就是忽兰选了我 然后周期末呢 想跟忽兰 然后巅峰对决 然后他又选了忽兰 但是我们这个赛制 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就是他俩巅峰 然后把我淘汰了 你知道吗 最近出行的话 大家都会喜欢戴口罩出门 对不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口罩可以遮丑 我刚开始我相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 它也得分人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盖不住的 你知道吗 比如像我这种人 即使我戴上口罩 就你看不到 我长得有多丑 但你从我整体的 这个气质当中 你能隐约地感觉出来 就是 这个货 它不好看 对 那种感觉 就跟刮奖是一样的 就虽然说你刮奖 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 就只露了一双眼睛 但你刮奖 刮出个蟹来 还接着刮吗 就给它垃圾分类了 就不刮了 就是其实我 我最近反思过 我自己的这个颜值 其实我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 长得不是特别的丑 但我说我自己丑 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 就等于是我 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长在丑和帅 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上了 你知道吗 就怎么说呢 就等于是我的颜值 是属于那种 就进可攻退可守的 像李淡那种 就属于是一手难攻的 因为我们节目 已经播了一期了嘛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 上了那个节目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 挣到了很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 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 周围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可以啊 我们家真的离这边特别地远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另外一个郊区 在宝山那边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号现在终点站那个地方 你们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 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穷呀 真的我们家住在那边 就是如果你没有住过终点站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就我住在那个地方 它交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 我看到地铁站旁边 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 它起码它有法律 而且我们家还不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 我还要大概在骑自行车 就骑个2.5公里 才到家这个样子 真的 贡法单车直接就包了半年的 但是包完就后悔了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 没有贡法单车 他们骑回来个膜拜 都藏到树林里 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谁要从外面骑回来一个膜拜 谁就是英雄 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人就是骑士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 所以说就会导致 我经常地坐地铁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旁边 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 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到我们面前 就突然空出来一个坐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他想去坐那个坐 但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抢坐 他第一时间是 他们俩在一块儿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坐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就特别霸道总裁 那样子 那边有一个空坐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他女朋友还不坐 他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 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你坐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坐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我等着一天旁边思考 怎么回事 现在地铁上 都有情侣专坐了 是吗 这个坐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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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就是 故意来炫耀你们 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还有就是大家坐地铁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那个地铁上 满座的时候 然后所有站着的人 都是替补 然后这个时候 站在过道中间的 那是替补里的首发 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坐地铁 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嘛 然后每到一站之后 我就喜欢 就是不停地看 那个地铁路线图 就不停地看嘛 不停地看 然后就有一次有一个大哥 他看到我 看那个路线图了 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 就拼命就挤到我面前 就站在我正前方 就这么站着 就这么站着 就这种情况 大家都明白 就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 座位的第一继承人 就这样 但是 但是那次那个大哥 他真的误会我了 就五站了 我都没有下 大哥看我一脸疑惑 怎么每一站看上去 都想下的样子 但是还不下 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 在上海流浪是吗 我干过这事 就算是流浪 都五站了 还没有选到 自己喜欢的站吗 你名字不喜欢吗 我发现就是 当地铁上 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 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 是一样的 就是你只有当这个 第一继承人这边 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 第二继承人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拿你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得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 才可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发现 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哎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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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我先下了 我先下了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有遗嘱 是吧 好 讲证歌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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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悬念 有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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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之前 我就觉得是我肯定能把场子讲起来 我应该能拿到三灯或者四灯 我自己心里还挺有信心的 我们之前在下面开玩笑的话 就是讲地铁的段子 中国没有人比的叫赫广志 谢谢广志 喜欢何广志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 锁票 哎 非常精彩 说我要复活你 太棒了 谢谢大老师 我一定要复活你 他讲的每一件事我就经历过 我太酷了 你这三分之一票 掰成九票用能行吗 我不管那么多 反正我录节目的 我还复活你啊 你经历了哪一些啊 就那大哥站你面前 你死活站不起来 那个 我碰见过那大哥站在我背起 然后死活顶着我膝盖 然后我想跟他这样做 都站不起来 我想我就直接站不起来 都会这样 大老师全过程之中笑得很开心 太好玩了 这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你上一次坐地铁怎么也得十年前了吧 反正就是特别早之前 对 对对对 但是这个共鸣还在 对就是说他今天讲的事情 让我觉得 我以前参加过脱火车大会 然后但是今天有一个他 还有刚才那位 雪芹 他们俩给我一个特别酷的感觉 我就特别开心在于 他们讲的都是 他们真的就是 自个儿那点事 然后那点事 他就是 其实不是笑话 你明白吗 因为那些事 就是发生 发生在眼前的 他只是用他的一个 节奏 把他又复述了一遍 就能让我乐得感觉 哇 这些事 好像又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下 就感觉 这个笑话是无敌的 你知道吧 然后他就在我眼前 又出现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棒 我要复活你 我要复活你 如果你 如果万一不行的话 大法师刚刚说的这种情况 在刚刚讲脱口秀的人身上 是很普遍的 就因为他们生活还没有耗尽 我明白 他们还不需要创作 就把自己的倒霉事说了就行了 就一上来就说自个儿 什么丑 参加完节目之后又穷又丑 随着演艺生涯的发展 你渐渐地发现 生活越过越好 但是创作越来越难 对对对对 我想试一下 我想试一下 想试一下 我就不相信 别试别试别试 他这句话很简单 就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 反正我们都会感觉 你就说你 你穷的时候最富有 对吧 然后一富有之后 你就开始 大法师的意思 就是你就保持这样 对 你这样才能够 才思全涌 千万不要住到 那个地铁能到的地方 对对对 我看看你耳垂怎么样 就是跟野生动物共存完 对对对 不要离开野生动物 但广志在死亡之组 也获得了四个拍刀 现在感觉好点吗 但可能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俩还更好 不一定不一定 不要替我们做决定 我现在感觉 其实我们这 我们这一组 因为大家都说 我们是死亡之组 其实我们内部已经 大概有一个共识了 就是我们仨一定都要演好 就首先要捍卫我们 死亡之组的荣誉 然后我们内部 再分个高下这样 其实我感觉 虽然四灯吧 但他俩肯定会更好的 为啥叫死亡之组 应该叫神仙打架之组 叠方对决 对 我们希望是给大家 看一个神仙打架吧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他一上来说 那个戴口罩那个 我最近就很有功名 你有啥功名 你全挡住也好看的 对呀 因为我也很喜欢戴口罩 因为我可以绳粉底 我以为像你们这种 应该不喜欢戴口罩 因为这种就不好看 很喜欢戴口罩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去机场 会被人拍什么的 我现在就 那粉底挺贵的 我就画一半脸 就下半脸就不用画 你俩都是刮刮饿 你那个是一泻 他那个是在 就已经有了 对不对 不用往前刮了 都很快乐 我挺喜欢你的风格 而且你从其实台 一上来的时候 就带风 走路带风 我觉得很好 什么风呢 邪风 一个 这是什么风 树林里 就是一种宝山郊区的 那种树林 那种树林里带我来了 你知道吗 我闻到了那个树林里 我闻到了那个树林里 非常好 闻到了 对 原生态的一种风 我还是厉害的 一股野风 野风 好 那个 但管制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有目共睹 稍事休息 结局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对 不要放弃 自然自然自然 管制被霍林里选了 都已经绝望了 他觉得他已经死定了 那就是制止死地而后生嘛 反而你看他今天演的时候 就没有上一场那种紧张 他的整个人物状态非常的真实 他讲的人就是比较尴尬 就心酸的地方 不是每个人共同经历 但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感受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 这期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多男人竞争过 危险 危险 兜兜完了 太猛了 这个开场 他又赢了 怎么办 你们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 就是我老板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只都给我画饼 哎 李月芹你行 你有天赋 你能进决赛 完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 李旦还在台上说我 李雪芹天赋异禀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豆豆就应该选周启伯了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儿 一会儿说大马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跑这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那稿子里讲啥 啊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爬山嘛 姐夫你看我还有机会嘛 你说你都知道她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叫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我寻思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的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耶 为什么 大家听见嘎就有坏声 机会进气 嘎嘎嘎嘎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往往往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寻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藏 做了一把商务藏 但是我没想到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寻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 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台上 只要是个女的 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 还有个台上说自己脸大 他俩那脸加一块都没有我大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网剑谷 真是掌握了脱口秀 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网剑谷呀 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网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冲到决赛 我感觉这一季 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吗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吧 跟裤衩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雪芹 咱们有缘再变吗 你们好叫邱瑞啊 我叫邱瑞 我是个沈阳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 就做一个外地人 没有钱的话 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 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到四班地铁 到河北只需要两班 而且我去租房住的时候 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 它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 我是想住郊区吗 我坐地铁有瘾呢 精神啊 我坐地铁有瘾哦 还是 这就是野状态的 对对对 一股的奋勿 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嘛 我想住故宫 都没有钱 你不想住郊区 就只能跟人合租是吧 家里东西坏的都没人修 我家那个卫生间灯泡坏了 就没人修 逼着你拿浴霸照明啊 那叫一个晒啊 坐在马桶上 都不能保持不动 你得扭动起来 不然就晒伤了嘛 跟那个土耳其口 有一个原理你发现了 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啊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是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还不给灯啊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 什么叫一局室 我跟中介说 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 没你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他这个劲儿 他挺极客 他肯定要跟豆豆金之后一边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 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徒是壁 那玩意最起码家徒是壁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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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卧室是梯形的 卫生间是三角形的 这个房子复杂到 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 得连一条辅助线 好巧啊 啥房子能讲得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 是用别的房子 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九八八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啊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杖啊 这挺好笑的 这太好笑了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在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 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啊 它应该有全世界 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形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了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 我说它是三角形的 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三龙椎啊 这个好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角 它给你成一个四十五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 给我把马桶塞在了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 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角 太紫香了 慢慢渗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 堵在了一个墙角 我现在感觉写一篇脱口秀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时常把握不住现代网友的情绪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你知道每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 上面发布的产品 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帮大脑 加了一年的板 一直要改变世界的产品 然后一经发出 所有发布会的弹幕都在刷两个字 就这 我真的太讨厌这两个字了 我都匪夷所思 什么叫就这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大家对该进压的事情不惊讶 对不该进压的事情瞎惊讶 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看到个最新的科技产品 就这 然后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拿个水瓶 力道令人脑袋上 这个太牛 来见了 来了 来了 对吧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跟你说一个更惊讶的 刮死二手车新电商 买买菜车就跟买菜一样方便 线上买根本不用去线下 开七天不满意免费退 假如科目对我这个段子不满意 那钱也已经花了 这个退不了 包括 狗头这个表情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表情 就是谁规定的说了一句话之后 后面加个狗头就是开玩笑 你还不能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急了 我觉得狗头要这么好用的话 我要穿越回古代 真的随便干什么都行 真的干什么都行 你们想一下 就宋江对吧 在徐阳楼上喝酒喝开心了 要写反诗 大笔一挥 友一说一 他日若随凌云志 敢笑皇朝不当负 狗头 第二天酒醒了之后 吓死我了 我还好加狗头了 皇上说你疯了 你疯了 你要干嘛你要造反 没有啊 我加狗头你没看见吗 我加狗头开玩笑的 哎呦 这么开不起玩笑 大家快看 他急了 他急了 皇上说我不管那么多 来人哪 给我取下他的狗头 宋江说 这就急了 这就急了 就真的大乌鱼事件发生 我天 就离谱 我感觉现在我们 现在的我们 在学习和研究 一千年以前的唐诗和诵词 就现在这种表达方式 我就很难想象 以后的人们学我们啥 你知道吗 你说你们能想象吗 就上课的时候老师说 同学们 来我们从书包里拿出微博文选 翻到这个21世纪语言鉴赏 极美们 通姐妹 通甲 通甲 这家店的下午茶 YYDS 同学们注意 写着这么写 读要怎么读 底下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永远的神 不对 那个永远的神 我继续往后看 我尝了一口 味道真是绝了 关于这个词的用法 作者用绝了形容一个蛋糕 我们猜测一下作者的意图 好不好 A 一般好吃 B 特别好吃 C 蛋糕灭绝了 回到文章 我尝了一口 味道螺旋爆炸升天 啊 我死了 同学们 作者真的死了吗 没有啊 夸张手法夸张 最后重点来了 狗头 都学过啊 有没有哪位同学 拿狗头造句 底下说 老师我有 老师您讲的课 真精彩 狗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略琪 我是一个网红 我这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 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 我在这儿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 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 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 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的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 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 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儿 我就给你们讲 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日罗永浩老师 我觉得 很多人就质疑我 说你是一个 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 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 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 脱口秀这个行业 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话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 八个搞笑视频博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 都特别激动 你也行 你抓住机会 那有五十个 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 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 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 又有机会出现在 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一提到网红吧 当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 一股清流 清流 一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提到我 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 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 对吗 后来网友就感觉 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 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 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 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 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略形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那你这样 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 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是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 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倒腾西北风 从咱们东北 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 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 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 直播间里 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 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啦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 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识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 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 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 其他姑姑姑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那种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 当所有人只关心你 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 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 是我抄沪来老师的 谢谢她 跟着来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其实最后 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秦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每次我都很好 说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 略秦 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我就更喜欢说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秦 要不我就直接讲网红建国吧 大家好 我是李也勤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进集了 进完集 今天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也勤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 所有银行卡密码 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 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房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的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体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到王建国了 我和王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身的嘛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物有博 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 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 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 都没想清楚的问题 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的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 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 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撵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 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连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 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 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再 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别来压碍这些 怎么安定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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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呀 下来呀 牵着手 牵着雪芹的手 下来呀 下来呀 下来呀